你干活多久就没没人了嘛 走到差不多都三二年了 那种事本来一个万人都要给活了 但你没有发达就没有 但一干人家你都生产文博了 但这种重庆的日子就很辛苦了 还要05年那种人满一门走 这种死鬼重庆啊 给你一举手刀风啊 你都要重庆啊 就开始干活地走了 从满一门上干到一满八门 走就干到一满鸡 但这个生意是这样学着呢 因为从这个地方就落作落作都搬出去了嘛 那时候一天又成了几百成千了啦 现在一天只有几十个都没了 甚至只有五分一都没了 他赔了 都要小小赔了 但赔上金钱是河滴河滴了 十二年万了 你的手不合理 外面的手机我们根本负责不起了 何贵 何温和何都何贵 都未必有我们的这么大了 大概有十六万多了 三个人说 当你找到河滴你不用装收啊 你要找到河滴你不用备安金啊 走人河滴你手你手三个有安金 都要备到四五十万了 你装收又几十万了 都要八十万了 你别命死 河滴里面还有二万四千几百千河的 你没得走了 这个河滴拿着冰啊 有些人在这里帮清啊 他现在移民了出去啊 他回回来 还提到这家模型部 他都会遇到你 都会和客人啊 都会大家听啊听啊 有时应啊想啊 都和客人 最大的转变你觉得是什么呢 那当时工厂都很旺啊 现在变得好像死城一样啊 就变得一个小中环啊 就像很多小偶的 有特色的那些铺子 都很难生存的了 这个地方应该找不到了 感到很口识的 很无力了 全部分开了 全部闪开了 都应该没机会就回回来了 都很熟悉的 大家经历面都很好听啊 但现在都做到了 到处都找不到的了 官堂的重建 作为官堂的构区来讲 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的 我们没有反对的重建 但是你从今 你应该要剥留 要特色的商务 扶植给公堂你的地方 要生存 你问我有什么大用 我真的没大用 讲的也有也不知道 外面没有人请我做事的 你说我自己的 我怎么知道 我真的知道怎么知道